活化工廈政策將重建或改裝至辦公室和工業大廈的申請是一視同仁 但是由於商業樓面的租金普遍都是高於工業樓面的租金 變相政策是幫不了香港去保留工業空間以發展實業 面對未來網上購物和再工業化的大趨勢 團結香港基金建議政府應該擴大、重建或改裝的用途 增值包括現代物流中心、數據中心 以及包含更多非製造類的工業 同時政府應該就這類申請提供更優惠的負面條件甚至是補貼 鼓勵私人市場是提供相應的工業空間 上述的建議有三個支持的理由 第一就是物流和工業的用地以及樓面是長期都不足 貿易物流業是佔香港的GDP以及就業人口的兩成 但是業界一直都沒有在用地方面得到充分的支援 例如在過往的18年間 私人貨倉的樓面面積只增加了10% 但是自從2010年起推行了活化工廈政策之後 業主就是一窩蜂地把工業大廈改建成商業 私人工廈的空置率因此持續走低到現在剩下6.3% 如果放眼全球這個空置率只是屬於正常的水平 第二是現有工廈難以滿足行業的需求 本港大部份的工廈其實都已經日久失收 而且樓底高度、支柱跨度、結構承載力等等 都已經不適合當前的工業行業發展 例如現代物流業所需要的配送中心 是要求要有大的樓面面積、高的樓底 以及容許貨車直接用邪道到達上層的設計 但是很明顯我們在香港大部份的工廈都未見到相應的配套 由於市區的工限是難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因此業界才會去到棕地上營運 現在棕地上的作業就有接近一半是物流相關的用途 但是棕地是沒有經過妥善的規劃 為我們的社會帶來種種負面的影響 其實棕地的問題是反映了欠缺工業土地政策的後果 尤其是我們需要考慮到不少的棕地是已經滑入新發展區 未來是會改劃去到其他用途 第三是需要適時提供工業及物流的樓面面積幫助就業 網上經濟將會大大改變社會對空間的需求 由零售的負面需求變成貨倉或物流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政府也經常說再工業化 鼓勵以先進製造業在香港發展 如果政府未能適時提供這類的樓面 是幫助香港推動多元化的就業 上述的建議都只是改革工業政策的其中一環 長遠來說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要有完善的政策去規劃香港的工業發展 也就是我們需要產業政策 並促成相應的土地供應策略 謝謝主席 唯一 好的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感谢观看